您好,欢迎步入MAS学院的包头Web开发课堂。 世界课的学习主题是,实现HTTP上传文件。 其主要内容包括,实现上传文件的页面,实现接收上传文件的业务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实现上传文件的页面。 在上传文件的页面中,至少要包括一个表单元素,也就是form。 其MAS的属性应该设定为post,也就是其请求是post的请求。 其IncodeType属性应该设置为multipartformdata。 然后,我们在这个表单中应该添加一个输入于input,其类型为file。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页面来进行文件的上传。 下面,我们首先看,如何实现这个上传文件的页面。 首先,我们打开开发工具。 将用bottle写的基本的web呼吸程序另存一份。 我们修改这个程序。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用于上传文件的带有表单的页面。 比如,我们将其URL改为upload。 由于我们需要返回一个HTML代码的页面。 所以,我们可以首先定义一个HTML代码的这么一个词课。 用于在业务函数中返回。 这个字符串应该是HTML代码。 我们在前面曾经写过这样的基本的HTML代码。 在这里面,我们将这个代码复制出来。 然后将它拷贝到这个程序当中。 我们修改其中的form,也就是表单元素。 这里面,action我们讲说, 部位配值,也就是get请求它的路径和post请求路径是一致的。 我们定义,method等于post,也就是请求的方法为post。 定义,encode type,定义,encode type这行为 multipart from data。 然后我们在form这个小单中,我们定义一个输入于其类型为file,名称为fileupload。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提交按钮。 显示为上传文件。 这样呢,我们就将页面代码的字符扇定义好了。 然后呢,我们在index这个业务函数中,直接返回这个代码。 保存这个文件。 在命令提示符中运行这个网站程序。 这时候这个服务器程序已经启动。 下面我们启动浏览器。 在浏览器中,访问这个界面。 界面的地址为upload。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提供了一个选择文件的表单。 然后呢,我们可以单击这个上传文件,实现了文件上传。 这就是上传文件这个基本页面的实现方法。 当我们上传文件以后,在服务器端呢,需要有一个接收上传文件的业务函数。 也就是一个地址。 这时候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业务函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现这个业务函数。 首先,我们就是在服务器端的业务函数中,使用request对象的files和的属性get方法。 这个get方法当中呢,我们取得这个上传文件的那个表单的名字。 也就是这个input,这个name,name值。 比如说,对于这个表单来说,我们这个name应该修改为fileupload。 然后呢,它获取的实际上呢,是一个fileupload这个类的对象。 这个类,它具有以下属性和方法。 它的实例属性包括 比fileupload的端保存的上传文件的file-like对象。 所以说这个对象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在Python标准库中使用的open这个对象,打开文件的这个对象。 第二个呢,是name属性。 是上传文件的表单名。 那么对于这个上传页面来说,它就应该是fileupload。 第三个呢,是rawfilename,它代表在客户端这个上传文件时候这个原始的文件名。 第四个呢,是filename,它代表呢,是适用于服务器端的多准化后的文件名。 实际上呢,就是对客户端的这个原始文件名进行过滤,防止呢,在服务器端出现了不合法的文件名这个名称。 这是fileupload类的实例属性。 它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债务方法。 这个方法呢,使用起来很简单,就是只要给它提供一个pass,就是路径,保存文件的路径。 以及呢,另外一个参数,overwrite。 那么就是overwrite,它代表的意思呢,就是适合复盖已存在的文件。 它默认呢,是file,也就是当这个保存的文件路径当中的文件已经存在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对来进行覆盖,也就是呢,保存错误。 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将它设置为true,那么就会覆盖原先的文件。 那么这就是fileupload类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当我们获得了这个fileupload类这个实例对象uf以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uf这个对象来对文件名进行处理, 就是fileupload类,还可以呢,通过文件名来过滤文件, 并且呢,来保存这个文件。 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实际的业务函数中, 我们需要对上传文件的安全性进行相应的过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实现接收上传文件的业务函数。 由于这里的exion属性为空, 所以这个上传文件的页面, 它的get请求时候,我们需要返回就是上传页面的代码。 而post的请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上传的文件进行处理。 所以呢,我们需要将这个url改造为既响应get请求, 又响应post的请求。 所以我们给root这个装饰记,添加一个参数。 mess的参数。 给它一个是列表,让它既接收get请求, 又接收post请求。 然后我们需要再修改这个业务函数。 当get请求的时候,我们返回呢, 就是这个页面代码。 这时候我们需要使用photo的request的对象。 首先导入它。 那么也就是说,在业务函数中, 如果请求的方法是 这个时候呢,我们返回的是上传文件的表单。 否则的话,它就是post。 当为post请求的时候,我们对上传的文件进行处理。 这个处理的方法,首先我们获取 upload file这个实力。 当然是用request对象的 files方法。 当然是用request对象的 files属性。 使用它的get方法。 这里面的名称要注意,必须要配合 这个type file这个输入域的名字 为fileupload。 这样呢,我们就获取了 fileupload这个 类的实力。 下面,我们为了简化这个程序,直接保存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名呢,我们就用客户端上传来的文件名。 当保存完成后,我们返回一个 字符串,回客户端。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首先我们刷新这个 然后选择文件。 这里面呢,我们比如随便选择。 选择一个文件。 假如说是这个图片文件。 单击打开。 点击上传文件按钮。 可以看到 它返回的是 上传文件已经完成,并且呢 保存在服务器端。 那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我们在 因为刚才我们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保存在 应用程序所在的目录当中。 所以我们在应用程序的目录当中 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资源管理器。 应用程序的目录。 可以看到 其上传的文件 就是这个 图片文件。 就是这个图片文件。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名 实际上呢,就是 客户端 上传时候的 它的这个文件名。 经过过滤以后 变成了这个名字。 上传文件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今天的作业是 尝试 实现一个 用于上传文件的 网站的功能 并对文件 进行 分类存放 也就是根据 扩展名 将文件 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在结束 之前, 我们结合 上次所留的作业 来看一下 我们要 完成的实例项目中 如何实现 利用cookie 来跟踪 用户的登录。 首先, 我们打开 项目这个 目录当中的文件。 将这个 manage3 并成一份 成为manage4 由于我们需要 用户登录 并且呢 跟踪用户的 登录情况。 此时呢 我们需要数据库 也就是 将用户的用户名 以及 它的密码 保存在数据库中。 这个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的程序文件 我已经建好了。 它的基本结构 非常简单 就是使用 sqlite3 这个数据库 并且呢 我们首先定义了一个 访问数据库的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呢 是一个 实现了 上下文协议的 这么一个 类。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直接使用with 来对它进行访问。 然后呢 我们为 初始化这个 数据库 建立了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是 创建一个表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表中 插入一个 默认的用户 这个用户的名称为 sqlite 它的 密码也为 sqlite 下面我们 下面我们建立了一个 stu的这个类 这个类呢 实际上就是用来 访问数据库 当中的数据的 包括保存 一个类 到数据库当中 以及呢 如何 验证这个 注册 验证注册呢 就是通过 访问数据库 然后呢 查找 这个用户提供的 名字 密码 是否呢 具有这个 条目 如果有这个条目呢 就是代表验证通过 登录成功 否则的话呢 登录就失败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 建立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用于措置化的 这个数据库的 首先我们在这个manage4当中 应该导入这个 措置化数据库的 这么一个函数 在当前目录的 TB这个模块当中 我们导入 函数 setup TB 然后我们在登录这个页面当中返回 一个登录的表单 由于这个表单呢 我们仍然是写在一个字符串当中了 所以呢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表单用的字符串 这个表单字符串呢 我已经写好了 将它复制过来 这个html代码字符串很简单 就是要在浏览器端 显示一个表单 让用户填写用户名 续码 然后单击登录 提交 这样呢我们需要在 这个 url为login这个业务函数中 添加一些功能 那么这个login这个url 业务函数 需要响应 get的方法 也要响应 post的请求方法 所以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参数 那么让它同时响应 get的请求 还有呢 host的请求 然后在这个业务函数中进行了判断 如果是get的请求直接返回这个html代码 如果呢是post的请求就对用户进行验证 如果请求的方法是get 然后我们就返回 设单内容 也就是这个html 否则的话 我们就 来验证这个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验证的方法就是调用 这个db当中的 相应的功能 模块 首先呢我们初始化stu这个类 name name等于 获取表单的 这个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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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获取其密码 然后我们调用stu这个实力对象的方法来验证登录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定义的 in register 我 如果isv真的话那么此时的表示登录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对cookie移情设置 我们设置cookie的当中有一个用户名 并且我们使用签名的cookie 这个签名我们采用一个 随意点的设复串 再设置一个cookie 我们把它的id也设置进来 使用相同的签名密约 设置完以后返回 登录成功的讯息 如果没有登录成功 就是else 否则的话直接返回登录失败 然后我们在这个网站的首页来验证登录 见证登录就是从cookie当中获取最应的值 就是name和id 如果这两个都存在的话 此时就说明已经成功登录 所以我们在首页这个业务函数中进行修改 要用request.getcookie 我们调用的name 取得name这个词 就是用户名 所以由于我们刚才使用的是加密的cookie 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将密约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同时把id也获取出来 使用户类 在这里面订阅上 我也不证明 但是我们应该用户类的 的 那么对获取到的cookie已经验证 如果name和id都为真的话 那就表明用户已经登录 所以我们这时返回用户已登录 否则的话 它就表明用户没有登录 所以我们直接返回未登录 刚才我们在Bot当中还没有导入相关的费箱 我们需要导入requestresponse 以及在DB这个文件模块中导入stu 然后我们再修改这个主程序 在程序中添加 是由当前运行的时候 就是这个文件为主文件的时候 我们才运行这个服务程序 在运行这个主程序之前 我们需要对数据库进行措施化 措施化数据库就是调用DB模块当中的函数 就是setupDB 这个setupDB我们在文件的一开头已经导入了 下面我们启动命令提示服务 在命令提示服务下运行这个主程序 应该是manage4.pi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已经启动 那么它运行的端口是8080 这个服务端口 我们打开浏览器 首先我们访问首页 可以看到显示的是未登录 下面我们访问登录页面 这个时候一个表单给我们填写 包括用户名和密码 所以我们在措施化的时候 已经自动的措施化了一个stod作为用户名 然后stod作为密码的这么一个用户 我们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单击登录 可以看到此时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以后呢 我们再重新访问这个主页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显示的是已登录 表明的用户已经登录成功 这时候我们再次看到显示的